大家好,我是Stan IG文成员一千恩在IG上传的照片突然被下架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7月10号,一千恩上传了一张截图照片 上面内容写着 一千恩的现实动态涉及到欺凌排挤 违反了IG社群规范,因此被下架了 然后一千恩留言了 表示非常荒唐 我们来看一下被下架的照片 一千恩拍了钻在镜子前面的朋友的样子后 留言了 我朋友是小豆豆 然后为了形容朋友像颗豆一样的小 所以用自己的拇指跟手指做了夹住朋友的手势 之前有给大家说过 在韩国的美甲利亚 也就是极尽女性主义社群的网友们 在鄙视男性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这个手势 所以对于一千恩的IG照片被下架 很多网友们就怀疑 会不会是因为联想到这个手势 所以被举报而下架了 啊,难道 不会是因为这个手势吧 啊,本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看留言后才理解了 这世界真的有太多傻子了 哇,这还能正常生活吗 从以前开始不就常用这种方法拍摄了吗 这也太自卑了吧 每次看到这个手势争议真的是感到很傻眼 就算那一部分的人用这种手势来鄙视男生们 但是也不能这样全方面的扣上仇男的争议吧 对于这个手势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因为健康问题 没有参加这次回归活动的Mustax队长Chanu 将在7月22号物物当币 因为Chanu最近刚做过左眼视网膜玻璃手术 所以将会以社会服务药员服兵役 而昨天Chanu也在广卡发文 透露了自己会在7月22号服兵役 演艺事业将会有空白器的事情 也感谢了一直以来支持的粉丝们 希望Chanu能渐渐康康地完成兵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代女皇团Tiara的消息 昨天Tiara四人出演了阿能兄弟 透露了可能会回归的计划 当天主持人们问了成员们 以后是否能继续使用Tiara这个组合名 因为成员们与前公司合约到期前三天 前苏书公司突然注册了Tiara的商标权 对在没有前公司的允许 成员们是不能使用Tiara团体名来活动 但是成员恩将表示 因为在商标权纠纷我们赢了 所以可以使用Tiara这个名字 接着Kimichi又问 是跟广苏哥吵架了吗 恩将接着表示 但是现在过得很好 每年老板生日的时候也会见面 Qmin接着表示 我们很想要守着Tiara这个名字 不想被别人使用 所以就试了一下 在有纠纷的那一年 我们也参加了老板的生日派对 在生日派对的时候 老板对我们说了 好像是你们赢了 然后在被问Tiara是不是解散了的时候 奇恩回答 没有解散 目前还正在讨论回归的事情 真的等你们好久了 希望能赶紧回归 要不是那件事情 就能写下K-POP历史的女团 每次看到她们就觉得很心疼 节目里一直说四人完全体 看来是在没有六人Tiara了 现在回归也一定能拿下好成绩的 姐姐们加油 关于Tiara可能会回归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Tiang出演了MBC的音乐节目 表演了新曲Yukend的舞台 在节目结束后 当天Tiang的直拍缩图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 有如迪士尼公主一样的Tiang缩图 没有不漂亮的地方 连脸颊上的质也很完美 哇 灰头发的那张缩图也太漂亮了吧 疯了 超美 一直以来都是支持了黑粉 不是 一直以来都是支持了黑发 今天开始是粉色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在母汉多卷出现的歌 然后在前一阵子女团 Weekly发表Apple School的时候 有位网友就开着玩笑说 Weekly抄袭了母汉多卷 然后做出了下面这个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